大陸的態度好了 大陸會不會期待 中美的關係像過去一樣 不會再期待 是不是 回不去了 對 它也不在乎了 我覺得國際的情勢要這樣分析 我們站在台灣的立場 台灣很小 人口很少 GDP說大不大 但是如果跟大國比起來 那是很小很小 那所以我們台灣 常常碰到美國的時候 會把美國放得很大 可是中國大陸它現在 在平準購買力這個部分 它早就超過美國了 這是國際公認的事實 我們所謂的平準購買力的意思 只是舉一個簡單例子 同一顆雞蛋的價錢 在美國跟在中國大陸不一樣 但是如果你把它換算成為 一樣的價值的話 那中國大陸的GDP的生產總值 早就超過美國了 我為什麼要強調這一點 這麼大的一個經濟量體的中國大陸 它現在看待美國的時候 跟我們台灣來看待美國 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想這一點一定要弄清楚 那大陸有14億人口 美國才3億多人口 雖然美國在歐美世界 特別是歐洲 還有東北亞的影響力很大 但是問題就在於在其他的地方 它的影響力是遞減的 而且減得很嚴重 例如說美國在東盟的國家 就是東南亞國協 東盟的國家的影響力 它就沒有辦法跟中國大陸抗衡 在中東地區的穆斯林的國家的影響力 它目前來講說要完全 在像過去一樣 處於一尊的地位也沒有了 因為我們看到海灣國家 他們到大陸去的比到美國還要頻繁 還要密切 原因很簡單 美國跟海灣國家 已經是一個石油的競爭國 而中國大陸是石油最大的買家 然後再加上中國大陸 目前可以供應給海灣國家的 這些高先端的武器 那麼已經不像過去 完全有美國壟斷了 中美洲 南美洲跟非洲的國家 我想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 因此美國目前來講最有影響力的 它事實上是在東北亞的韓國跟日本 另外當然就是歐洲的國家了 所以從這個角度上來看的話 對中國大陸來說 它看待美國跟我們台灣 看待美國的態度角度是不一樣的 我覺得這一點要先弄清楚 所以對於大陸來講它已經沒有期待 也不在乎那麼中美的關係改不改善 我們再看另外一個問題 你看這一次美國國務院 宣布說對中國大陸的一些官員 實施外交簽證限制的制裁 這也叫制裁 但是問題就是名字點都不敢點名 沒錯 對耶 他連名字都不敢點名 講得很籠統 因為他知道他只要一點名 中國大陸馬上就報復 美國的一些人馬上也會被點名 也就是目前來講 你美國怎麼制裁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就怎麼制裁你美國 也就是說工具箱已經是幾乎 快要一樣多了 當然美國還多一點點 可是那多一點點 但是中國大陸有別的工具箱 所以我覺得在這樣的一個情形下 那麼台灣的很多的學者 或是很多人的分析 都會產生了迷思 產生了盲點 就會認為說 大陸應該跟台灣一樣 還是對於改善美國的關係 爭取美國對它的好感 保持一個很高的一個期待 其實我覺得 以現在習近平所領導的團隊 並沒有這樣的看法 那這樣的情形下的時候 我們再來分析整個國際的縣市 你就能夠比較能夠掌握了解 中國大陸在處理國際問題的態度了 也就是不會再從台灣的感受 來去以為台灣的感受 就是大陸人的感受 然後就是跟美國關係處理的態度 我覺得這個是不一樣的 所以當美國一直要求 中國大陸選邊站的時候 你其實很清楚地發現 選邊站對大陸有什麼好處 我們就問一個問題 大陸今天選跟美國站在同一邊 對它的好處在哪裡 可是它跟俄國交惡 或是跟俄國就發生了裂痕 或是俄國就跟中國大陸的信任度 就往下降 這個對中國大陸來講 它的西邊的安全也好 經濟也好 還包括一大片的中亞地區 那你想想看 這麼一大片的地區 跟中國大陸陷入一個不信任的 或是信任關係往下降的一個態度 所以對中國大陸來說 俄羅斯的重要性 遠遠勝過美國 對大陸來說的話 就是它沒有必要選邊站 所以你美國怎麼逼的時候 對它來講 這不是一個划算的買賣 也就是我選像你美國這一邊 然後你給我什麼 你把台灣出賣交給我還是什麼 那你美國怎麼可能幹這種事 台灣也怎麼可能 民進黨怎麼可能幹這種事 只是民進黨會呼天嗆地而已 但是問題就在於 這個部分裡面對大陸來講 台灣的問題 不是任何一個國家可以來買賣來 來交換的 那換言之也就是說 今天你要我選邊站 那你美國要給我什麼 解除貿易制裁 對不起 這個貿易制裁是你單邊的 這不是恩惠 本來就你應該解除 我們現在還在站 所以我覺得 你要中國大陸選邊站 我們一定要問一個問題 你的好處在哪裡 你要給我什麼 然後那個東西的重量好處 大到它破壞它跟俄國的關係 那如果沒有的話 他為什麼要選邊站 那您講說國際輿論壓力 沒有國際輿論壓力 是歐美輿論壓力 那歐美的輿論壓力裡面 再來再上歐洲的輿論壓力 也不一定 歐洲的聲音裡面 各位你再聽聽看 是不是只有那幾個國家的聲音 連法國德國的聲音都很小 連法國德國的聲音 要求中國大陸選邊站的聲音都很小 所以比較大聲的還是一個國家 應該講兩個 一個就是美國 一個就是烏克蘭 對不對 最大聲的就是這兩個國家 還有歐盟的高級外交代表 其他的 義大利你有聽到它很大聲嗎 匈牙利 羅馬尼亞 保加利亞 希臘 土耳其 你有聽到很大聲嗎 沒有耶 所以我覺得 我們不要被少數的 因央格魯撒尋語系的媒體 所干擾所影響 以為他們就代表世界 他們以前可以代表世界 可是他們代表世界的時代 已經一去不復返 原因很簡單 中美第一檔次 日本現在也不過 中國大陸的不到三分之一 那德國 法國 英國 那不到四分之一 所以你如果以大陸人的眼光 大陸領導人的眼光 來看待日本 不到我的三分之一 那麼英國 法國 德國 不到我的四分之一 這樣的一個概念 你再來看看大陸在處理事情的時候的角度 我覺得就會有很大的不一樣 不過在這一點上在台灣 我覺得還要累積相當的時間 那麼很多的觀念才會改變 第二個 坦白說俄屋目前來說的衝突 我們在台灣的新聞媒體 它在我們媒體的版面 是不是一直在說 是 篇幅一直縮小 篇幅一直在縮小 位置開始在改變 對 為什麼 因為已經一個多月下去了 對 我們也會有新聞的彈性疲乏 是 我們的關注度也不會說 我們只關心在這裡了 對 我們還要關心別的事情 而且因為目前沒有太顯著的進展 對 我們還有很多事情要關心 所以它相當有可能的 再走下去 在國際間 它不只是在我們台灣 在全世界 它會變成區域間的問題 但也就是東歐之間的問題 他們自己處理 我們看看有多少戰爭 到最後都變成區域間的問題 對 那當它變成區域間的問題的時候 那它本身一直新聞繼續在走 但是呢 版面一直說說說說 說到最後只是在我們的新聞裡面 國際版中的一個區域間的一塊而已 那你想如果你是大陸 你在面對這樣的一個發展趨勢 它一定會成為 如果這個戰事 如果沒有馬上停止的話 它就會變成一個區域間的一個事件 就好像美國在阿富汗的戰爭 對 就是區域間的事件 美國在伊拉克 還有最近的在敘利亞 是不是也變成一個區域間的事件 一旦是的話 那新聞 美國在敘利亞的內戰 打了半天的時候 也不過就是區域間的事情 所以我個人認為 以中國大陸的態度來說的話 坦白說 當它成為一個區域間的事的時候 受害最深的是歐洲 因為歐洲的整個生產 經濟秩序 難民 能源 各方面都受到干擾 而其他的國家繼續在過它的日子 繼續在解決疫情的問題 生產鏈的問題 全球供應鏈的問題 經濟發展的問題 其實繼續在過它自己的日子 這個只是悲劇一直在烏克蘭 本身不停的在延續下去 但世界的焦點已經不在那了 不會在那邊 那只是以後 我們在國際新聞中的一個區域間的一個報導 所以我覺得目前的很多的學者的分析跟評估 我覺得太一廂情願了 受美國影響太深了